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目前的政府 就是這個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 那因為轉型正義是施政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雖然大家好像覺得說 目前似乎看起來沒有什麼具體的作為 那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目前政府提出來的轉型正義要做什麼 基本上是四大塊 第一個是不當黨產 那這個是現在已經上落了 因為是把不當黨產就是把它切割出來 讓它可以先開始運作 所以不當黨產委員會 現在已經在顧利雄先生的領導下 已經開始做了 第二個是司法平復 然後再來是檔案開放次 再來是歷史起義 那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四個大項目主要的是 針對國家的體制 怎麼樣子從威權體制運作的那種國家 然後它所產生的種種的不良的效果 然後把它翻轉到一個 可以正常運作的民主防治國家 所以正常運作 所謂正常運作的民主國家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根據 國際轉型正義中心 對轉型正義所下的這個定義 他講得很清楚是說 要透過處理過去在歷史上 人權大規模被傷害 大規模遭到損害的過往 必須去處理這一些過往 以及它造成的效果 來幫助這樣的一個社會 願意相信公部門是捍衛人權的機構 所以這裡面其實也包括兩個很重要的事 第一個是公部門必須要能夠轉型成 是捍衛人權的機構 第二個很重要的是 是人民願意相信 不是只是公部門做了 而是這個裡面有一個重建信任的過程 你看我們今天其實 雖然政府的公部門也許很努力很努力在做很多事情 可是我們自己也知道 我們的社會我們在臉書上面 我們在很多社群媒體上面 我們在報章雜誌上面 看到大家不對一天到晚在那邊罵政府 然後用了很多極盡可能的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的資源真言 那這個東西其實反映出來什麼 其實這裡面很深淺的反映出來 在過去的威權的體制下 我們對於政府是不信任的 所以台灣的社會長期以來 非常習慣地用不信任的態度 用罵的態度來面對政府 那如何來轉變這個東西 那這個事實上也就是一個社會巨大的工程 一方面當然是公部門必須做到 真的讓人民願意相信 那二方面也是我們必須開始思考 我們的整個公民運動 是不是只是停留在過去威權時代那樣子 就是只是不斷地以一種批判 一種謾罵式的 還是我們必須要能夠 upgrade 到另外一個更高的一個層次 這事實上是一個不斷互動的一個過程 可是我這本書其實並沒有停留在 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在這本書裡面我特別花了蠻多的篇幅 其實去談另外一個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比較是跟司法跟政治 那麼直接相關 而是我談到了社會心靈體質的翻轉 也就是說你如果要問我什麼 我個人對於轉型正義的看法 我認為這個是兩個部分 一個是它是政治體質的翻轉 是另外一個部分 它是社會心靈體質的翻轉 其實這是兩個部分 社會心靈體質的翻轉 它其實牽涉到 我們怎麼樣子去轉化那個悲情 我們怎麼樣子去撫平傷痕 我們怎麼樣子療傷止痛 因為只有當我們用一個健康的心態 當我們可以走出悲情 可以走出社會的人群之間的對立 互相的不信任 我們的民主才有可能真正的深化 好所以也就 當然這裡面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準 也就是說所謂的和解 也不是說好吧那就算了 我們就是繼續就是像過去 在李登輝總統時代那樣子做轉型正義 反正就是只要賠償 然後弄一個杯 然後弄一些國務館 然後這樣子就療失了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那樣子說 因為我們也過去這麼 這麼十幾二十年來其實也證明 那樣子的轉型正義 其實並沒有真正讓我們的社會的政治體制翻轉 也沒有讓我們的司法體制翻轉 那大家也更可以看到 我們的教科書其實還是停留在 威權體制時代下面 那樣的一套教科書 所以其實在這邊 例如說我在這個書的第十章 我特別把這個標題寫成 轉型正義教育不是愛國教育 我在講什麼東西呢 其實我真是要講的是說 轉型正義它的一個價值基準 是不是價值 它不是一個 不是像現在國民黨說很出來的 轉型正義是在做清算在做鬥爭 也不是一般人 也許從過去中國官史上面 那樣子的一個思維 認為說所謂轉型正義 就是現在新的政權 然後在清算在批鬥這個政權 如果我們去看聯邦德國的歷史 對於轉型正義跟所謂戰勝 戰敗之間的那個糾葛 其實他們也不是一開始就非常的清楚 這中間到底那個差別要怎麼去界定 其實也是走了一段相當漫長的路 那在一個非常有里程碑式的一個很重要的談話呢 一直是到1985年 1985年這個紀念這個二次大戰終戰40週年的時候 他們當時的總統 Rica von Weizek 特別在國會裡面發表了一個演講 他很清楚的告訴德國人說 不要再去計畫戰勝或戰敗的問題 好我在這邊稍微把這個 這個我書裡面寫的把它唸一下 他說對於5月8號以切身經歷的人 回想這一天每個人的內心都有很深的感觸 但每個人的感受卻不盡相同 無論如何這一天對德國人而言應該具有以下的意義 第一這是歷史記憶的一天 要記得有那麼多人受苦受難 第二這是反省的一天 應該反省德國歷史走過的路 德國人越誠實面對過往的歷史 德國人的心靈就越自由 而且也會更清楚如何負起二戰造成的重大傷害 第三這是解放日 因為在這天德國人從納粹踐踏人權的獨裁 體制裡被解放出來 在威脅體制下人是多麼容易的被碾碎 如果我們很仔細的去看 我們過去所說的記憶的問題 它是它除了簡化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記憶本身存在著 非常複雜的問題 那在這裡面 我在書裡面我舉了這一本 在德國非常有名的書 這個也不是納粹 那這個是一個德國的社會心理學家 他們的整個研究團隊呢 去研究德國家庭裡面 是怎麼去記憶納粹的歷史跟大土壤 也就是說我們去看德國 他們做短型正義的這個過程 他不是只是在司法上面 在政治上面處理完之後 這個關係就結束了 而他們其實不斷不斷的去追問說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到底跟納粹相關的很多的記憶 它是怎麼樣子在被傳遞 那為什麼學校的教育 即便很努力的在教 好像還是有很多問題會產生 那這些產生 這些問題之所以會產生 它的根源是什麼 其實這些用意識都是需要 不斷不斷的在去做 後續的追蹤跟研究 那這本書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非常有名的研究的成果 他們去訪談了40個家庭 然後裡面就個別進行了很多 對於不同的世代 對爺爺的事 爺爺也訪問 爸爸也訪問 小孩也訪問 然後個別去了解 不同世代之間 那他們是怎麼樣子在談 過去納粹時代的發生的事情 那這裡面可以總結 有四個很重要的一個發現 第一個是家裡的長輩 對兒孫所講的記憶 很容易受到 跟二戰歷史相關的電視劇 或電影裡的故事情節影響 所以它經常隨著 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改變 也就是說阿公說的歷史呢 其實是常常會變來變去的 它不是一以萬之的 其實這個也發生在 如果我們去看台灣的很多口述歷史 其實也是有這樣子的問題 第二個 長輩的講述是有選擇性的 大多數人不是將自己描述為受害者 不然就是英雄 但是很少人會去講述 自己會以甘於屈從在邪惡的體制之下 好就是要嘛就是我就是受害人 要嘛我就是我就是英雄 我不會覺得我是一個加害人 而自己看成是我是英雄 好可是問題是 因為很少會有一種反思式的 重新去看自己走過的時代 所以在長輩講述自己親身經歷時 經常在不知不覺中 我們就把納粹時代的意識形態 繼續傳給下一代 那這個地方就變得是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因為親情的影響 後代的子孫很容易 就聽著阿公在講 以前以前的事情 然後就把這些事情 就繼續的傳遞下去 然後再來一個是 在講述到有關加害部分的歷史的時候 講述的長輩通常不會意識到 這是加害者的歷史 其實轉型正義 因為它需要去揭開這一個歷史的傷痕 好這就是我在這個書裡面 最後講到的這個 檢視傷口是為了醫治傷痕 好所以OK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台灣囉 很重要的是 就像我剛剛也不斷的在講 我們台灣過去做的轉型正義 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們知道受害者是誰 但是我們不知道加害者是誰 第三的科巴蘭 我覺得它除了是一部很震撼大家的一部 我們大家都很喜歡的 衛導派的面影之外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就 它開始促進了這個社會 開始進行對原住民歷史的大訴說 過去大家其實應該多少還是有印象 我們在台灣講台灣史 大概其實都是講幾位400年的歷史 我們很少去觸及原住民的這一塊 可是其實真正開始讓原住民的歷史 成為大家非常關注的台灣史的這一部 台灣史這一部分 我覺得魏德盛導演的這一部 賽德克巴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歷史記憶之所以需要公共化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除了是我剛剛跟大家講到的這一種 就是說家庭裡面 或私人領域裡面流傳的這種記憶 它事實上是有缺陷 是有一些問題的 其實還有 還有一些東西是我們也 我們也需要了解歷史記憶本身帶來 就是說潛藏的問題 那在我基本書的最後一章 第25章 講這個追求具有公共化意義的 歷史記憶的時候 我特別有去講到 就是說一般的人 對於歷史記憶 其實並不是真正希望 透過歷史記憶來消滅爭議 而且其實你這個國家很勇地 去進行所謂歷史記憶的教育 也不一定真的能夠化解仇恨 因為一般人對歷史記憶的感 就傾向是從感知的 喜歡跟情感連結在一起 所以大眾最想要的 其實是如何去通則化 自己主觀情感上面的認知 而不是深刻地去瞭解 優質的歷史研究 如何從歷史悲劇 事件裡面提升出一種 在你心上應該永遠去認知的歷史情報 叫Volf 這Volf他事實上是在共產黨統治的時候 遭受到許多的迫害 可是當這個共產黨政權垮台了之後 他卻也親眼看到巴爾看半島 那麼殘酷的內戰 從那個內戰的經驗裡面 他很深切地去反省出來 就是說沒有辦法讓人走出傷痛的記憶 常常會毀掉受難者的餘生 所以其實不是歷史記憶很重要 而是你要怎麼樣從這個歷史記憶裡面 能夠走出一個對自己 對大家都有意義的路 其實那個才是重要 不然你就會一直在裡面繞繞繞 其實這個不是我 這個不是我個人的idea 事實上是從幾個不同的這個來源 然後去構想出我們應該 我們在台灣應該可以這個樣子做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上網去查有一個網站 這網站叫Historical Dialogues Justice and Memory Network 歷史的對話 正義 還有這個記憶 那這個正義是什麼 他特別在下面 特別在下面有講出來 他說Historical Dialogues Justice and Memory Network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researchers and activists working on issues of historical dialogue Historical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這個網站是特別貴就是關心或研究呢 跟歷史對話 歷史以及轉型正義 就歷史正義以及轉型正義 所以歷史正義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類似 叫跟原住民的那一種 其實那原住民其實那個應該叫歷史正義 不是轉型正義 因為轉型正義是跟國家體制的翻轉 有關係 原住民的權力的回復 原住民有特殊的這一個 他們自己的教育體系 這是屬於歷史正義 而Annie我就跟歷史正義還有轉型正義 還有跟公共的記憶 或者是社會記憶相關的東西 這個網站呢 它的這個就是把它點進去 它會有一個 有一個site 叫Mapping Historical Dialogues 我們要來為這個歷史的這個對話 要來做Mapping的這個工作 那它下面有一個就是用Google Map 像是Google Map那樣子的一個東西 你看下面一張 這個下面它這個是一個實現式 所以我只好把它寫下來 好 我們台灣有喔 我們台灣的那個機構 等一下來考考大家 那它這是怎麼樣 它其實就是說 歡迎全世界的人 你們去把你們 你們曾經有過哪一些 跟歷史衝突 跟人權受損等等等 還是跟轉型正義 跟歷史正義 相關的這些事件 你們有什麼樣子的組織 那這些組織是在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請你們把它上去 就是上去填寫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這個地方 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那現在有什麼樣子的組織 在做什麼樣子的工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現在弄出來一張這樣子的 一張地圖 我們看下面一張 我們先看一下 對不起可不可以再回去一下 OK 它在這個上面 它其實也還有做一個說明 我們看下面一張 那這個說明我特別把它mark了出來 它這邊也有講 它說歡迎大家來到 這一個 Mapping Historical Dialogue的這個網站 下面講了一堆話 我把它概念出來 他就在講說他為什麼要去做這樣一件事情 就非常的有啟發性 他說對歷史暴行的記憶方式 本身成為衝突史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其實歷史悲劇 歷史衝突的這個發生 它不是停止在那個事件發生的那個當下 就沒有 而是我們怎麼去記憶它會繼續 我們會繼續衝突下去 所以呢 因為我們 因為它本身成為衝突史的一個部分 所以它也影響到這個衝突 是否真的能夠被解決 所以其實這裡面就是我剛剛 為什麼會花那麼多的時間 跟大家談歷史記憶的問題 因為當我們的記憶是有所偏差的 當我們的記憶是不能走向修復式的一種記憶的時候 這些記憶會反而會讓這個衝突怎麼樣 繼續的加長 而且繼續的變嚴重 所以我們必須要好好的來看 我們到底是要怎麼去記憶歷史 來看一下台灣 台灣年輕人還有一個 叫做台灣POW Camp Memorial Society 聽過這個嗎 中文叫做台灣戰俘營經驗協會 其實這個跟我們大家所知道的 所有檯面上根本性爭議 不管是228 或是廣播沒有一個是相關的 所以其實我們台灣可以有很多 還有很多機會加入國際的這一種 協作的工作領域 基本上就是 大家都可以上網去登記一顆Count的 那你可以把你知道的 例如說這是這個 你可以說這是這個城市裡面的 你可以說是一個公園吧 或者是你如果這個是有一棵樹 是這個樹下曾經發生很重要的事 你就去把它定位到這一棵樹 然後你知道什麼 大家都可以上去寫 那所以其實我在這邊最後就是要跟大家 就是分享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就是在網路上面大家一個一起 透過眾人的共同協力 一起來解決難題 這所謂的crowdsourcing 這樣的一個概念